署长张子敬跨海道金门参观全新完工的厨鱼处理设备 有了他厨鱼制作成堆肥的时间 从三到六个月缩短为只要一个月 堆肥每日量能更从五吨变成十吨 就连产制过程的难闻意味也降低不少 作为外岛来讲 生活垃圾的处理一直是我们很伤脑筋的一件事 厨鱼怎么处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金门因应非洲猪瘟的防疫已经全面禁止厨鱼养猪 也造成厨鱼量大幅增加 所幸县府向中央争取到五千多万的补助 在大洋掩埋场建置处理设备 也适时发挥了救援任务 它比以往的这个处理进步很多 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能有效的来处理我们的厨鱼 那么也可以对环境做到适当的控制 厨鱼从垃圾转变为可以再利用的有机栽培戒指 将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使用 也计划与农事所等相关单位合作 做成更具肥力的有机肥料 推广金门有机农业 记者李俊龙金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